1月15日12时至19时 本市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确诊病例现驻海淀区上帝街道 农大南路博雅七园 工作单位位于海淀新技术大厦 1月13日出现烟布不适 1月14日上班期间无好转 自觉乏力但不发热 因单位要求发热后 必须携带核酸阴性证明方可返岗 故下班后自行前往核酸检测点采样 回家后测体温38度4 自行服药治疗未就诊 1月15日早晨 检测机构反馈核酸检测结果异常 经市区两级疾控中心实验室复核及复采 结果均为阳性 并检出奥米克戎变异核特异性突变未典 病例近14天内无外省市旅居时 无相关病例接触时 两名同住人员经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家中多个点位环境样本阳性 目前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 当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轻型